别看这女人长得很像慈禧太后 实际上却是日本最出名的杀人犯 昭和15年间 日本一个偏僻宁静的小山村发生了一起命案 一个货车司机在天城侠的丛林中捡到许多衣物和随身行李 还发现一件满是血的衣服 且上面都是刀痕 这显然是有人被害的证据 于是便打电话报了警 经过调查 警察队长发现衣服里的钱包财物都还在 推断这不是抢劫杀人案 但是现在并不是寻找杀人动机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找到尸体 这时卡车司机想到附近有一条河流 而且河流的上游有一个冷库 平常那里根本没有人 经过大家商议 认为冷库符合凶手杀人抛尸的地点 于是决定从下游搜到冰库 一点线索也不能放过 警察搜寻到冷库之后 发现了冰库内的地上有许多脚印 脚印很小 经过测量才只有9号半 这是女人或者小孩的脚印 这个地方人烟稀少 而且冰库寒冷至极 平时根本不会有人来此 所以肯定是凶手来过这里 因为找不到尸体无法确认身份 警察只好拿着带写的衣服 向天成侠附近村民询问情况 有个女人正好记得这件衣服 是一个男人当时在他的烧饼店买过东西 从外表来看他应该是个工人 大约40多岁个子挺高 买完饼就往天成侠方向走了 而且没过多久 有一个赤脚的漂亮女人路过 警察怀疑他为什么会记得如此清楚 原来因为当时烧饼店老公 盯着漂亮女人看得都流口水 两人还为此炒了一家 所以记得比较清楚 这时赤脚漂亮女人成为最大嫌疑人 然后在男人遗物里找到了一把伞 上面刻着一个名字 警察根据线索找到了伞的主人梁作 原来这把伞是妻子送给梁作的 当时他们住在一家旅馆 晚上的时候在路边的树丛里 看见了神志不清的男人 而且一问三不知 为了凑钱付房租就把他带回了旅馆 还请他走时告知一声 结果他却不辞而别 随即警察想要通过住宿登记查清身份 但是旅馆老板根本没有记录 不过当时看男人可怜给了他一张一元纸币 怕他在路边病倒口袋没钱 没人给他料理后事 就在钱币的后面用红笔 写下此人万事拜托 而且老板发现男人的手臂上有个陶刺青 这些线索非常重要 警察又询问了卖茶的老板 说当天看到了赤脚的漂亮女人 和男孩剑刺一起经过天城侠 于是警察找到了剑刺 询问他是否见过死者和赤脚女人 剑刺也毫不犹豫承认那天遇到我 但不知道他的身份 男人只是买了一个烧饼 下一秒就死在了小树林里 而剑刺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因为心里害怕不敢讲出事情 便想要逃走 然而刚到天城侠就被一条蛇拦住 他刚准备捡起地上的木棍 准备打死这条蛇 结果被经过的大叔拦下 让他绕布这条蛇 因为蛇刚出动会害怕人 只要你不攻击他就不会被咬的 剑刺非常感谢大叔的教导 陪他走了一段距离后 就在一个岔路口分道扬镳了 随着夜幕降临 这山间就有他一个人在此行走 心里多少有点害怕 剑刺害怕面对黑暗 于是选择折返准备回家 然后就遇到了路过的花 这样正值青春期的剑刺内心 产生了莫名的嫉妒 情不自禁地跟了上去 女人感觉到在身后的剑刺 便转过身主动 邀他一起同行 这样紧张的剑刺汗如雨下 一路上两人侃侃而谈 好像恋人一般亲密 就在走了没多久后 女人告诉他自己叫阿花 他天真美丽的微笑 让剑刺认为自己遇到了黑暗中的光明 这时剑刺感觉自己走路有异样 便停下来休息 阿花居然俯下身子 帮他处理脚上的伤口 这时月光映在他美目留盼的脸上 抿了抿叫艳雨滴的嘴唇 让剑刺害羞的脸都红了 歇息了一会 两人再次赤脚出发 没多久就碰见一个流浪汉 这时剑刺勇敢地站出来保护花 可是他却说和流浪汉有话要说 让他先行出发 然后回去找他的 虽然剑刺依依不舍 但是只能朝家里跑去 但刚走没多久转身 却发现阿花和流浪汉抱在了一起 自己就跑回家了 就在报警后的第12天 在下游发现了尸体 经过长时间 浸泡已经腐败变样无法识别 经过研究判断确实是被杀害 凶手以阿花为搜查重点 于是将阿花在码头抓了起来 要带回警局刑讯逼供 面对看热闹的百姓 他还是那么泼辣毫不在乎 这时他还没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刚开始想用撒娇的办法 让警察放过自己 可是他们对凶手可不会心刺手软 警察因为刚升职 急于立功表现自己 而且心里认定这个女人就是凶手 只能下狠手想办法让他承认 阿花好歹也是从红尘场所历练出来 就算遭受暴打后也毫不认错 咬定自己没有杀人 于是警察只好将剑刺带过来指认凶手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尿裤子了 只要声音大点 这个美女就会当众试禁止都止不住 此时警察放低声音 开始顺势诱导剑刺 这时阿花才反应过来 原来剑刺不是来救我的儿时来指认我 剑刺确认在离开前见过死者和女人在一起 而且警察也到阿花之前工作的地方询问 他之前和客人发生过争执 当时手拿剪刀将对方刺伤 然后被赶出来了 这些事件肯定不够让阿花认罪 然后将之前勘察到的证据一一拿了出来 当时在冷酷发现的那个脚印是九号板 而阿花的邪号正好也是九号板 难道这是巧合吗 这更加认为阿花就是凶手 随后就他驻旅馆所支付的一元钱 上面却写着此人万事拜托 而这一块钱是当时旅馆老板 怕流浪汉可怜专门赠给他的 这所有线索得出一个结论 阿花和流浪汉打完扑克后 流浪汉突然翻脸拒绝付钱 你恼羞成怒将流浪汉杀害 并顺走他身上唯一的一块钱纸币 然后阿花开始各种解释 可警察根本不听 这时被问慌的阿花想要逃跑 结果被抓住一巴掌打倒 这时他明白 无论如何反抗都无动于衷 经过残忍的刑讯逼供 阿花只能承认自己就是凶手 被押送审批的那天 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 而剑刺却在人群中看着阿花 他眼里满是内疚和不忍 这时阿花也想最后看一眼这地方 将头上的竹筒帽用力地摔掉 脸上微笑了起来 透过语目两人对视一眼 剑刺的嘴里好像要说点什么 但阿花却摇了摇头说了声再见 这一刻想到两人刚认识的时候 是多么真挚的感情 或许剑刺隐瞒了事情 阿花心里明白却什么也没有说 时间飞快 来到了四十多年后 这时当年侦办此案的警察 来一家印刷店打印材料 老板一看瞬间退了一步 原来当年的剑刺就是现在的老板 警察故意来此找他了解当年的真实情况 也表示当年因为年少轻狂急于立功 没有确定证据的真实性 而通过对女人的刑讯逼供 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将她执意送上法庭 幸运的是当时法官因为证据不足而无罪释放阿花 但是乡亲们始终认为他是凶手 最后一辈子无父无子孤独地死去 说完警察就转身离开了 这时剑刺回想到那一夜的情景 原来当年那个夜晚他并没有回家 而是担心阿花又半路折返回来 然后就看到阿花与流浪汉在打扑克 那时剑刺的心理瞬间黑暗 最后无法压制内心的怒火 将流浪汉在山林中杀死了 不过这些年始终良心不安 一直活在当年的罪恶之中 这个真相永远不会澄清 《天城侠一案》 是由导演三村晴燕指导的日本爱情电影 曾在1983年入选年度十佳作品榜 电影中烧脑刺激悬疑推理剧情 其实是为了探索青春爱情和罪孽 影片中的少年总是在追逐梦想和梦想破灭中反复 或许只有拿得起放的下 才能拥有自己的美好未来